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紫金 感谢大家一直收听和支持黄河鬼市 这故事是紫金自己出钱购买版权 然后请后期制作的精品故事 总共是505集 收费版已经全部录制完成 讲故事糊口不容易 希望能够支持一下收费版的黄河鬼市 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紫金故事的拼音全拼 加数字2 购买 有人在盗卖我的黄河鬼市 首先说明 购买和盗卖都是违法行为 希望小伙伴们能够一起抵制盗版 而且很多的盗卖的人都是骗子 他们本身是没有全集的 然后是为了骗钱 如果遇到有盗卖黄河鬼市的人 或许他的QQ或者微信之后 截图发到我的微信 证实之后 我将送给举报者 全集的黄河鬼市 最后再说一次 购买黄河鬼市全集 加紫金的微信 紫金故事 拼音全拼 然后加数字2 大家继续听故事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目光马上转到小门上面 赤红色的狐狸 在此刻看起来 心里有些诡异 清脆的铃声 仿佛还在耳边回答 让人头晕目眩 我这么仔细一看 又觉得那只赤红色的狐狸 还是端端正正直立在小门的画像上 如此一反复 心里的警惕性 彻底被激发出来 我慢慢地转头 就在目光移开的一瞬 那阵清脆的铃声 又一次 飘飘乎乎地 落入耳中 整个人再次不闻 前后一晃 险险摔倒 苗玉看起来 也像是喝醉了一样 我心里一领 因为在视线挪开的时候 余光瞥到 那只狐狸 好像微微动了一下 我有些急了 强忍住心头的烦躁 思维眩晕 把眼睛彻底睁圆 猛地回过头来 这一次 在手电筒的光芒照射中 我清楚地看到 小门上的狐狸 尾巴摇动了一下 像是从画里 突然挣脱了一般 松地窜了出来 我的脑子虽然是晕的 但意识还是很清醒 抬手就冲过去 赤红的狐狸动作很灵敏 在半空中一折身 躲开我愤怒下的狂暴一气 稳稳地落在地上 我听到那只狐狸 发出一阵 类似人的冷笑声 距离我们只有七八米远 四脚轻轻点着地 随随随随地望着我和苗玉 这一地方空旷 建筑的大门前 没有什么遮挡屋 我直接抽出打鬼边 想找机会 把这只狐狸给收拾掉 就在我抬手的同时 赤红狐狸 左右晃了晃脑袋 让人眩晕的精粹叮当声 随着狐狸晃动脑袋 散发出来 一直到这时候 我才看到 在赤红狐狸的脖子上 挂着一只 明光闪闪的音铃铛 这次铃铛声 比之前的都要清晰 带给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 苗玉亮相了一下 扶住我的胳膊 才勉强站稳 赤红狐狸诡异多变 不在原地停留 不等我甩出打轨边 已经灵巧地转移了地方 在我们的周围来回打转 一边跑 脖子上的铃铛一边坐下 接连两三分钟 脑子几乎要炸掉 嗡嗡地响动着 眼前幻象丛生 几乎已经分不清现实 还有虚幻了 面前 古老又宏大的建筑 像是随时会倒塌一样 我使劲晃了晃头 啪地甩出打轨边 但是受到铃铛影响 准斗和力道都是有些偏差 赤红狐狸一折身躲闪过去 继续绕着我和苗玉在飞跑 这是不见血的杀招啊 如果不杀了这只赤红狐狸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铃铛声折磨得垮掉的 我咬咬牙 强撑着追击过去 赤红狐狸虽然灵活 然而我从小练着打鬼鞭 鞭子不说和自己手指一样 差不了多少 鞭烧嗖地甩过去 砍砍缠住那赤红狐狸一条右腿 我拼命地朝后拖着 赤红狐狸没有我的力气大 只只叫了两声 猛然一甩头 随着重新传出的铃铛声 身后的角落中 黑暗里杀机乍现 一道影子如同闪电一样快 带着犀利的杀气飞风过来 我正用紧全身上下力气 跟赤红伯利僵持 这一下完全躲不了 后心被重重倒了一圈 眼前顿时一黑 裂戒着 前扑倒地 整个腹腔里 五脏六腹 似乎都随着这一圈开始翻腾 腾得几乎昏厥 但是我忍了下来 接着这一扑的势头 朝前翻滚几米远 一把揪住赤红狐狸的尾巴 翻身而起 仓促下没有别的武器 硬生生在她脊骨上 砸了一圈 那一圈 几乎用了我此刻 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 赤红狐狸发出一声 凄厉的惨叫 后半间身子一塌 脑袋像风轮一样 急速晃动 她的脖子上领挡 发出一阵急速的响声 我的手忍不住一松 赤红狐狸 一下子跳了出去 躲到远处连连喘气 小心 苗玉在旁边大喊了一声 我猛然一回头 就看见 之前躲藏起来的九尾包 又画出驼背老头的身影 趴在离我只有五六米远的地方 我真的被打击了 眼镜里也随之冒出一股凛冽的沙迹 九尾猫被牙齿穿惊而过 对我有种深深的畏惧 我的目光怒射过去的时候 她忍不住倒退几步 连滚带爬的 躲到大门边 一只巨像的海骨的后面 这次危机暂时解除了 赤红狐狸被我一拳打得不轻 腰骨受了影响 两条后腿也显得迟滞 但她很贼 再也不肯近距离地靠近我们 远远绕着圈子 苗玉跟着亮相着跑到我的身边 看着我的鼻尖还没有干涸的血迹 满脸都是担忧 苗玉唯恐她遭遇什么危险 拉着我就走 说不行的话 我们走 现在离开这儿 我要看看 这两只畜生 究竟有多大本事 我不肯走 眼前的困局是有些难以对付 但是转眼一想 如果连两只野物都斗不过 以后的血雨腥风 我该怎么面对呢 那就杀了她 苗玉咬咬牙 摸出那只只有核桃大小的红泥小炉 前两天 我们在核心被围困的时候 红泥小炉被用了几次 此刻 炉里的火苗显得有些微弱和暗淡 鸟玉一手托着红泥小炉 另一只手猛猛在自己胸口捶了一拳 这一拳非常重 她的眉头一皱 嘴巴微微一张 一口一口鲜红的血液 像是精华一般顺着嘴角滴落下来 滴落到红泥小炉中 她的动作太快 我想拦也拦不住了 看着这个甜美油温顺的苗家女孩 性子跟小九红没有什么分别 她吐出这口血 在苗鱼的理论中 叫做心肩血 一个人身上血液有限 心肩血是其中的精华 平时一直围绕心脏流动 受伤大量失血 全靠心肩血循环重生血液去补充的 是人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体验 九离乌毒秘术中 一旦用了心肩血去催动法器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心肩血失去了 就很难再养回来 不到万不得已 苗屋很少会动用心肩血做法 一串心肩血如同鲜红的翡翠 落在红泥小炉之中 小炉外面那片樱头浮昼 好像磕磕开始闪光 本来暗淡微弱的火焰 一下子窜起有半尺高 苗与嘴里发出一阵 如同穿越蛮荒的银昌 半尺高的火苗扭曲而动 从里面嗖地飞出一只火鸟的影子 火鸟好像传说中的金乌复生了 在大门边上飞快盘旋一圈 九尾猫本来被牙齿下的心惊胆战 此刻连头都不敢冒了 火鸟围着巨大象骨转了一圈 九尾猫里面待不住 一下子跳了出来 不要命地窜到远处的黑暗中 九尾猫一跑 就只剩下那只赤红狐狸了 这东西跑得快 却没有火鸟飞得快 摇头晃脑的一边甩动脖剑铃铛 一边伺机想朝大门边的空空地中跑 铃铛对我和苗玉有很大影响 但是火鸟却毫无阻止 一口气追赶上赤红狐狸 鹰头俯冲下去 火鸟冲下去的一瞬间 顿时化成一团火焰 赤红狐狸完全被火焰包裹住了 一身红毛片刻被烧得焦黑 他吱吱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想把火焰滚灭 我抓住这个机会 从后面追赶过去 一把抓住赤红狐狸的一条后腿 抓得很紧 这只狐狸挣脱不过 他脚狭却又像狼一样狠然 猛然间回头 用力一扯 一条后腿被硬生生地拽断了 赤红狐狸拖着伤腿 一拳一拐地冲出去一段 我在后面紧追不舍 追到大门左边的边缘处 他连滚带爬地 从一处斜道滚了下去 我身头看了看 那道坡很陡 但并不深 本来想一股作气把它追上 然而目光一晃 就看到坡下面是一条沟 原来积着水 不过水已经干得见底了 只剩下一片烂乎乎的湿泥 赤红狐狸跳进泥沟之中 在里面滚了滚 把身上残云未熄的火焰扑灭了 这次他伤得很重 半边身子都焦黑了 腿也断了一只 但是那双狭长的眼睛里 透出一股妖艺且愤怒的光芒 他就躲在泥沟的一边 来回框头 猛然听起来 这脖子的铃铛是杂乱无章的 再仔细一听 就好像是一种怪异的节奏 这一下 我就不敢妄动了 苗玉拖着红泥小炉赶过来 跟我一起站在斜坡的顶端 苗玉说 既然已经动手了 就把他杀了 这是这里的守门户 说着话 苗玉手里乌金炉 又迸发出一片拙人的热焰 赤红狐狸吃过炉子的盔 摇动脑袋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阵怪异的节奏的铃铛声 是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 面前烂腻沟里 突然开始冒出拳头那么大的气泡 一个挨着一个 几乎把二十米长的沟 全部覆盖住了 一片烂泥一边冒着气泡 一边慢慢地上下起伏 烂泥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 要冒头 很短时间里 一个又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从烂泥中浮现出来 一条泥沟全部都是 约摸有一二十个 那东西硕大浑源 等到冒出一半的时候 我隐约看到 那好像是一个个巨大的蛋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